我叫他哥有什么要澄清的吗 面对记者提问不发一语 艺人黄梓娇在去年八月首次开庭 神情凝重沉默离开 经过法院将近半年的审理 黄梓娇被良女指控强吻又拍裸照 台北地检署最后处分 不起诉和谦解 有些事情 他会结痂 但你要把它掀开来 会流血的 会很痛的 会有更多事情发生的 黄梓娇在去年六月自己爆料 很多事情不能掀开 现在检方全部查了出来 黄梓娇竟然是色情网站 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 这个网站号称是台版的N号房 黄梓娇竟然在上面买了许多 未成年的不雅片 而且在他性骚风波爆发之后 黄梓娇还在买 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 你们都没有秘密 你不想被人家知道吗 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些 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听到黄梓娇买未成年的不雅片 当初爆料的女发网红气炸了 她在IG留言说 这些影片都是偷拍的 而且还是未成年少女 想到黄梓娇的嘴脸 就觉得恶心到令人无法呼吸 不知道她的老婆孟耿如 做何感想 蛮多事情要忙的 因为自己有副业 我觉得每天都非常的充实 孟耿如的副业真的很多 原本清明廉价 孟耿如要出席米糕店的活动 但是黄梓娇被法院认证 购买不雅片 孟耿如临时在脸书宣布 活动暂时取消 黄梓娇以为官司结束 就可以趁机复出 没想到不雅片风波 再次重击她的名声 东旋游游游中心在台北报道